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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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這個 剛剛談到的 就是Axian System 跟Nature Deduction OK 好 我們要開始來看看 這個有點小麻煩了 為什麼 是因為他需要有一點點的天賦 OK 而這個天賦呢 如果你有的話 說真的是令我們非常嫉妒而羨慕的 OK 所以各位 如果 我把這個上一部分之後 各位 回去 可以看一下作業的問題 如果你能夠很快的把那個作業做出來 你一定要讓我認識你 OK 因為我 我會 很期待你將來成為一個很厲害的邏輯學家 OK 我們會很期待的 因為不容易 我們試過很多 但是呢 要能夠馬上把它做出來的不容易 所以 如果你有這樣的天賦 請一定要讓我認識你 好嗎 我會非常期待 跟你相遇 OK嗎 好 好 好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怎麼做 那接下來我們要再介紹公理法 好 公理法的結構是這樣 第一個 它需要兩個裝備 第一個裝備叫做Axims OK 好 什麼叫Axims呢 各位如果在那個 Eugle的那個幾何原本 Elements裡面 就是OGE的幾何原本裡面 你會發現它通常用什麼字眼 它通常用什麼 它在翻譯上其實有點爭議的 你如果看不同的書 有些書會直接把它翻譯成Axims 對不對 就第一公里 第二公里 第三公里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後來數學家比較保留了 比較新的版本 大致上都不會把它翻譯成Axims 它會把它翻譯成什麼 它會把它翻譯成Postulate 對不對 如果沒有錯的話 應該大部分進來的那個課本 應該都把它翻成Postulate 對不對 對吧 各位告訴我 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要有所保留 其實呢 從數學一開始呢 我們定的所謂的Axims 它的想法大概就是說 它在所有的系統裡面 它都是真的 這個我們稱為Axim 也就是說不用任何假設嘛 我不用預設任何理論背景嘛 不用管它什麼系統嘛 通通都是真的 這個我們叫Axim 好 但是呢 通常Postulate用在哪裡 Postulate呢 通常是用在說 如果有一個Specific的這個Theory 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對吧 一個特別的理論的時候 我就會用所謂的Postulate 而不會用所謂的Axims OK 也就是我在這裡假設它是真的 OK 大概想法上是這樣 好 那這個當然呢 到了這個19世紀的時候 各位都知道 到19世紀的時候呢 大概是數學基礎最搖搖欲墜的時候 那當然 最重要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 非歐幾何的出現了 對吧 使得那個數學 因為基礎有點搖搖欲墜嘛 那我們說過在這門課裡面 我們呢 非常這個敬佩的一位這個數學家 叫做Fragge 他是德國人 他是耶拿大學的教授 那Fragge呢 以前數學當基礎嘛 對不對 現在數學快倒怎麼辦 數學快倒怎麼辦 要找另外一個當基礎嘛 是吧 好 那他找到誰 他找到邏輯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邏輯系統 幾乎是 可以說是Fragge 一手建立起來 我們在當代學的這個邏輯系統 幾乎就是他一手建立起來的 OK 所以事實上呢 他其實在這方面的貢獻非常的大 他當時呢 在當時 大概大家對於整個的那個結構 最重視的就是那個Axin system 那時候 Nature deduction 跟我們教的Top system 都還沒有出現 OK 在那個時代 Nature deduction出現 大概是在1930年代 在那個Genzen那個時代才出現 然後呢 我們的Top system 是一直到60年代才出現 OK 那真子表是在那個維根斯坦那個時代 大概就在30年代 之後就出現了 OK 好 所以呢 你會發現說 他們其實有一些這樣的一個先後關係 就有一個先後關係 所以當時呢 我們要的我們的評戒 邏輯學法的評戒只有兩個 就是說 一個是所謂的公理 一個是所謂的推論規則 OK 好 那麼推論規則的思考大概是這樣 好 當時的推論規則的思考是說 在這個推論過程當中 它一定要怎麼樣 它一定要是Truth preserving 就是說我這個前提如果是真的 我要這個規則之所以合理 是因為我可以把那個真值保留下來 OK 這樣的推論規則才可以接受吧 所以當時的考慮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公理 好 公理是這樣 各位現在看到公理是已經很簡單的公理了 在Flag那個時代沒有這麼簡單 OK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公理這個東西是說 它一定為真的 那各位要知道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如果可以被導出來的 我們就拿掉 如果可以被導出來的我們就拿掉 那個不能夠被導出來的 我們才把它拿來當公理用 可以導出來我們就盡量減少麻煩嘛 對不對 對吧 簡單來講就是 我們那個 那個預設也好 公理也好 數量應該越少越好還是越多越好 當然越少越好 對吧 其他可以導出來就好了嘛 是吧 來 比如說 我們上課也一樣嘛 如果跟你講三句話你就可以懂 我要不要說到六句話 不要嘛 對不對 你會覺得老師浪費時間嘛 對不對 那我們講三個例子你就懂了 我要不要講五個例子 不用嘛 對不對 懂就好了嘛 對 其他你自己做嘛 老師會有這樣的概念嘛 你們也會有這樣的概念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你懂了之後你就自己做嘛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想法還是一樣 就是公理不需要每一個是為真的 通通列出來給你 OK 你只要挑那個 比較需要的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公理 OK 好 那第二個問題有點小麻煩是這樣 就是說 當然這個是邏輯上的小麻煩 對不對 就是這個公理不是三個 而是無限多個 各位看得出來嗎 它的無限的意思是說 我們其實這個phi跟psi還有theta 它其實都是什麼 都是一個variable 一個所謂的formula的variable 或者sentence的variable 對不對 對不對 語句的變量或者是句式的變量 也就是說你可以帶任何的語句進去嘛 對吧 沒有問題的 所以它其實是無限多個 OK 那取代的都可以 好 那公理系統最令我們感到難過的是 它的推論規則只有一個 OK 這個通常我們叫做MP規則 OK modus ponus OK 意思就是說 你從phi跟phi 以phi連psi成立 你可以推出psi是成立的 我們只有這個 沒有其他 這個讓我們很擔心啊 為什麼 各位想想看 規則這麼少 規則這麼少 對吧 好像我們就不能為所欲為對不對 感覺上是這樣 對吧 因為你的工具少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讓各位看一下為什麼 什麼叫做不可以為所欲為 來 各位看一下 好 首先 公理法的推論是這樣 第一個 所有公理的取代句式都為真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這個phi跟psi 你只要phi都帶一樣的句子 psi都帶一樣的句子 c它都帶一樣的句子 這樣就可以了 原則就是這樣 OK 可以嗎 你要記得這個 一定要有這個原則喔 phi 要帶一樣的句子 c它要帶一樣的句子 psi要帶一樣的句子 這句子不可以 不可以前後不一樣 OK 比如說像這個 你如果要帶的時候 這個phi跟這個phi的位置 要帶同一個 OK 這個句子一定是 都成立的 OK 比如說像這樣 OK 你要帶的時候 我紅色的都是phi的意思 OK 然後那個 藍色就是psi的意思 可以嗎 看出來嗎 沒問題 好 那第二個 經由公理跟推論規則得到的都是their 就是都是定理 OK 好 那這個定理 我們要來證明 p則p negationp則p則q OK 好 這個怎麼證 各位想想看 如果要證明這個要怎麼證 我以前做過的實驗 就是在我們那個系商大家來做實驗 OK 能夠很快解出這個的 很少 就第一次接觸到公理系統 可以很快的在很快的速度把它解出來呢 真是太少了 OK 那我想保留這個權力給各位 有沒有人根據剛剛的公理系統 很快的就知道怎麼證 在你沒有看講義之前 有沒有 有沒有 我想要認識你 我想要認識你 因為你將會成一個偉大的心靈 你一定會有一個偉大的心靈 I want to know you OK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為什麼這個東西會這麼誘惑人 就是說 各位知道 當時我們要證明這個定理的時候 我剛剛說過了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一開始的想法對不對 沒有嘛 比如說我現在證這個 你怎麼知道從哪裡開始 你一定不會知道對不對 對吧 所以你要去做test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證明 它的證明是這樣 第一步 有誰知道第一步要寫這個 怎麼知道才怪呢 是吧 好 第二步 對不起 這個是A2 那底下有對照 OK 各位看一下底下有對照 我幫各位做對照 OK 好 好 那這個呢是A1 看得出來嗎 OK 好 這個A1呢就是 翻譯就是P嘛 那PSI就是P則P嘛 對吧 好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 因為很明顯這個是為了什麼做準備 這個是為了要導出後面這個做準備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導出後面這個 因為我想要導出這個 因為我想要 最後想要導出這個 對吧 對嗎 是吧 好 那接下來這個 是E2NP就是後面這個 把它做出來 好 接下來前面這個看起來就比較容易了對不對 看起來是什麼情況 A1的情況 對吧 好 這個是A1的情況對不對 對吧 為什麼 因為P就是P嘛 PSI也是P嘛 沒有問題吧 OK 那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導出來了 對吧 所以我們就可以證出P則P 這樣可以了解嗎 可以嗎 好 這一招最困難的在哪裡 各位覺得最困難在哪裡 各位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覺得最困難在哪裡 這位同學 對 請問貴姓 柯同學 柯同學 好 柯同學 請問你 困難在哪裡 第一個假設就射不出來 太好了 你的困難跟我是一樣 你跟我在學習上困難是一樣 第一個我就不知道怎麼做 對不對 是吧 我們根本不知道那個第一個怎麼來的嘛 是吧 我怎麼知道我要用這個 對吧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insight 就是說 你怎麼知道那個第一個 那個是需要有點天分 OK 然後呢 第二個當然你可以依照什麼來補強 就是你的經驗 你說 OK啊 我其實做多了 我也許可以知道 我該從哪裡開始 OK 所以後來我們都是做苦工的 在這個系統上 OK 老師都是做苦工的 好 做苦工做到什麼地步呢 就是我們必須要練習很多 我們後來才慢慢好像比較能夠熟悉那個 系統的運作 才比較能夠知道怎麼做 OK 所以我敢跟各位保證這件事 所有交邏輯的老師 一定沒有哪個老師敢當場 在這邊做公理系統 為什麼 因為他會掛在那裡 欸 怎麼辦 我跟各位保證 所以這個不是老師的錯 這個是insight的問題 我想提醒各位 就是說 這個並不是這個老師不行 不是說 欸 我們既然有這個系統嘛對不對 老師你怎麼不會用呢 很抱歉 這個跟老師無關 OK 再厲害的老師 就算你把Flag抓過來 對嗎 OK 或者你把那個天才數學家Russell抓過來 OK 你只要自己偷偷做一個 當場叫他做 他照樣掛 OK 所以各位對這個系統不要太多的期待 所以各位想想看 你光想那個第一個 你想想看 你剛剛做過那個Tomasism對不對 做過真質素嘛 各位告訴我 你做真質素的時候 你會不會顧慮這件事 不會嗎 可是如果各位不是活在今天 對吧 各位只要提早一百年活著 對吧 你們來上邏輯課 你們要做的就是這個 你們的考試就是這個東西 對吧 所以各位其實要這個 欣賞一下邏輯這一百年來的發展 他對我們是非常大的一個改進 各位想想看 假設你一百年前來修這門邏輯課對不對 對吧 不要說各位了 我上起來都戰戰兢兢的 對吧 我只能跟你做一個規則說 啊 是這樣 是這樣 對吧 但你說老師 那這個你可不可以贈給我看 我會說沒有問題 你把題目先給我 我下禮拜贈給你看 OK 然後你問我說 欸 老師 那你能不能當場做給我看 不行 因為我們要敢課 可是我內心的OS是什麼 我趕快回家做做看吧對不對 我怎麼敢當場做呢 萬一掛了不是很難看嗎 所以各位可以了解 我們今天可以很輕鬆愉快的來談這件事 是因為我們邏輯有很長足的進步 OK 要不然的話我不敢跟各位講這些事情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說 這個公理法的確是真的不容易對不對 對吧 好 好 再讓各位看一下這個怎麼證 乍看之下很像什麼 乍看之下有沒有很像A1 有沒有乍看之下對不對 可是後來仔細看一下 欸 完全不像 為什麼 因為這個前面這個跟後面這個完全不一樣嘛 是吧 來 各位可以幹得出來嘛對不對 對不對 是吧 OK 好 那這個要怎麼證呢 好 各位看一下 它其實要用到A3啦 OK 用到A3 好 然後再用A1 這個是最難的一步 就是要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那為什麼要這個東西呢 各位想想看 我們其實都是有一個重要的目的 就是我們想要得到的是從這個形式 那因為我們只有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是什麼 這個規則叫MP 我們只有這樣一個規則 所以你會發現 它無論怎麼設計 它都一定有一個關鍵點是 它在這裡一定有個 Main Connective是conditional的符號 對不對 不管它怎麼好 OK 好 好 那各位會發現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經由MP得到後面這個 這個前面這個是A3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得到這個 後面這個negationP這個 我們可以得到最後一個這個東西 這個是需要設計的 OK 這個design比較困難 就是你要design出這個東西出來 OK 然後利用這個呢 A2呢 我們可以得到後面這個 就是這個condition對不對 我們可以到後面這個 那到這裡就很簡單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A1嘛 對不對 對啊 到這裡就很簡單了 你就可以看出這個是A1 好 那如果這個是A1呢 你就可以推出我們所要的結論出來 看穿了嗎 各位告訴我 你看穿了嗎 你有沒有看懂它的那個證明過程 有沒有 我只需要各位看懂就好了 你暫時不需要管它怎麼來 你只要看出它是A1 看出它是A2 看出它是A3 OK 它是那個schema的一個 replace就可以了 你不用管它怎麼來 我只需要各位先看懂它 這個式子是這樣子的就可以了 OK 可以嗎 所以各位 你今天聽完公理系統之後 我請各位回去看看 我已經把作業上傳上去了 OK 各位看看上面只有兩題 如果你很快做出來 下禮拜可以告訴我的 我一定要好好的嘉講你 好好的認識你 OK 不可以自己找答案 找答案你找得到嗎 我猜應該是找不到 對 我猜你應該是找不到答案 不可以問助教 因為助教都會 我們的助教很厲害 我們助教都會了 那個助教都會了 因為他們都是身經百戰 好 OK 好 所以呢 各位可以知道 這個公理系統的困難在哪裡 就是說 我們要正謎體 其實是要花費很大的心力 去想想看我怎麼design出 這樣的一個式子出來 對不對 我才能夠去把它證明出來 OK 所以能夠證這些東西都是不容易 相當不容易的 那自然演藝法呢 基本上 我希望 等一下我們在講課的過程當中 各位是有把講義印出來看的 否則呢 各位可能要憑著記憶來記規則 這件事會有點困難 所以如果你的隔壁同學有印出來的 等一下你可以跟他share一下 看一下那個規則 好不好 OK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基本上呢 今天要介紹的東西呢 包括兩種常見的這個自然演藝法 第一種 我把它翻譯成引進規則 因為這個其實它的名字是 就是我怎麼樣把那個符號引進來 那第二個是所謂的消除規則 就是elimination rule 我怎麼樣把那個符號去掉 簡單來講呢 對於自然演藝法來講 它的構想大概是這樣 它的構想是說 如果我們要從前提證出結論對不對 我們想要從前提證出結論 那我的構想就是說 我能不能在語法裡面把它拆解 利用拆解跟組合的方式 從前提得到我要的東西 大概基本想法是這樣 就是我既拆解又組合 OK 所以第一個方式大概是這樣 那第二類的這個呢 通常我把它稱之為線性的 linear的這個natural deduction 線性的這種推論呢 基本上它應用的是等值規則 跟這個蘊涵規則 OK 運用這兩個來做 所以這兩個的想法基本上呢 只是演算方法不一樣 基本構想是一樣的 OK 那第一種呢 它比較是tree-like 很像我們那個前面叫的 top system那樣的一個 tree-like的一個構想 就怎麼樣猜 怎麼樣組合 那第二種呢 是比較線性的一個想法 就是從一個前提當作是我們已知的東西 然後看著目標朝著目標前進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OK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第一類 第一類呢 它的規則是這樣 OK 我們從連言符號開始 這個上面這個呢 我們稱之為introduction rule OK 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呢 在推論的過程當中 從某些這個前提一直推推推 一路可以推到phi 那它也可以一路推到psi OK 那麼這個前提就可以推出 phi and psi 我們可以把兩邊做一個conjunction OK 那各位要記得 你現在看到 雖然這裡只有phi跟psi 那麼你的想像力 你要稍微運用一點想像力就是 這個phi之前其實是有一堆東西的 可能有一堆東西的 OK 它可能會有一堆東西 就是有一堆推論在上面 我們只是沒有寫出來 然後這個psi也是一樣 它上面可能會有一堆推論在上面 OK 然後呢 如果我們推到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兩個conjunction起來 好 接下來這個是elimination rule 就是我們可以把那個conjunction的符號去掉 就是拆解的時候 如果碰到了phi and psi 我可以把這個拆解掉變成phi 或者是我直接拆解掉變成psi OK 那這個當然是各位都可以認同的規則嘛 對不對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條件符號 好 條件符號是這樣 條件符號的意思就是說 什麼樣的時候我們要引進這個conditional呢 我們引進conditional意思是說 當我們假設這個phi OK 當我們假設這個phi 然後呢一路可以讓我們得到這個psi 那就表示我假設phi可以得到psi的意思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叫phi則psi 也就是假設phi得到psi的意思 OK 就是如果phi則psi嘛對不對 如果phi則psi意思就是我假設phi 可以得到psi OK 這個叫做phi and psi 好 那麼再來是它的elimination rule 好 它就是phi跟phi則psi可以得到psi OK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公理法系統裡面 講到的MP規則是一樣的 OK 也就是說我知道有一個phi則psi 然後呢我只要肯定前件 我就可以得到後件 OK 這個呢因為是把這個conditional去掉 所以要稱之為elimination rule OK 就是你在最後面沒有看到這個conditional 它conditional可以去掉 OK 意思是這樣 可以嗎 好 好 那接下來是等值號的規則 好 等值號的規則一樣 就是說 好 我們要想像前面可能有一堆推論 好 推論呢就最後得到一個phi則psi 這個結果 然後另外一邊呢你一直推論推論會得到 persi則phi的結果 那你就可以把兩個合起來 它就是一個equivalence的關係對不對 或者說它是一個biconditional的關係 就是它是雙向的 OK 雙向的條件距離 好 所以這個是equivalence的這個introduction rule 好 再來它的elimination rule更簡單 它的elimination rule就是說既然是雙向的 那一定是可以phi則psi也可以是psi則phi 對吧 這樣子的話它其實這個都可以做這個elimination 好 那再來否定號稍微複雜一點點 OK 因為你想想看 我要怎麼樣把negation放進來 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個natural deduction的設計者 你會怎麼樣把negation放進來 在什麼情況 各位想想看 假設你是那個非常厲害的邏輯學家 對吧 你現在告訴別人說我怎麼把那個negation的符號放進來 你會怎麼告訴別人 用conjunction 所以是phi and negationphi嗎 然後我們用簡化就下來了 是這樣嗎 可是你這樣要用到conjunction啊 我們現在就是不能用到其他符號 OK 我所謂它稍微複雜一點 意義就在這裡 就是說因為你不能用到其他符號嘛對不對 因為它是最primitive的symbol對不對 它是原始的 原初的符號 所以你不能用其他符號來做它 這個是有點麻煩的 OK 那negation要放進來的話 意思就是大概是什麼東西不成立 各位想想看大概是什麼東西不成立 什麼時候我們會覺得negationphi成立 大概就是phi不成立對不對 對吧 Right 是不是大概phi不成立 所以它的路過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 sorry 我們如果說假設phi對不對 一路走走走走走走到矛盾了 OK 那這個negationphi就進來了 如果我假設phi 然後一路走走走走走走 會走到一個矛盾 那麼negationphi就成立 好 特別介紹一下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倒過來 sorry 太快好 這個倒過來的t的符號 t倒過來對不對 t倒過來是什麼 真跌倒了 真倒立了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假嘛 OK 所以我們把它稱為falsity 你讓真跌倒了它就是假了 所以這個符號的意思就是矛盾的意思 所以你怎麼樣把那個negation去掉呢 這個elimination就是 你如果這個推論推推推推推推在phi 這邊推推推推到negationphi 那phi跟negationphi不就得到矛盾了嗎 對吧 OK 那這時候這個negation就去掉了 好 那你要得到negation 你要把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rule就是把它放進來 就是你假設phi一路得到這個falsity 就是這個矛盾的話 那麼這個negationphi就會成立 OK 意思就是我假設phi 設法讓它達到矛盾 那negationphi就會成立 它的這個推論規則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raa規則 這個raa規則 這個raa規則是說 如果假設negationphi 一路推推推讓它推到phalsity OK 就是negationphi 我假設negationphi 結果一路推推推推到矛盾 那就表示negationphi不成立 那negationphi不成立就表示phi成立 OK 不過很不幸的是這件事 我得再介紹這個規則的時候 特別跟各位強調 我們這個規則只適用於 我們現在這個邏輯系統 就是古典邏輯系統 classical logic 超過了古典邏輯系統 這個規則不見得成立 OK 就是在nonclassical裡面它不見得成立 各位一定要小心 因為我猜以後各位 因為各位要知道 我們現在的這個技術非常的進步 對不對 對吧 以後各位學到的邏輯系統 一定不會是這麼簡單的系統 OK 那有的人就會誤會說 我以前學到是這樣啊 我為什麼現在看到規則不是這樣 如果你以後看到規則不是這樣 那它有可能是其他系統 比如說舉個例子 比如說如果它是一個多值的邏輯系統 many value logic 它有很多個值 那我們現在強調的是 在古典邏輯裡面我們強調的是 negation phi不成立 phi就成立對不對 對吧 就是negation phi不成立 phi就成立嘛 它的反面就成立 可是在多值邏輯裡面不一定 OK 因為它的那個negation可以是很多值的 OK 它可以是negation 1 negation 2 negation 3 negation 4這樣子 每一個negation都有一個值 OK 所以negation phi的反面可能是negation negation phi 然後negation negation phi的反面 可能是negation negation negation phi OK 所以它可能是跟我們現在的系統是不一樣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就是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規則 都僅限於在古典邏輯系統 這個你一定要實時放在心裡面 因為各位現在所接觸到 以後你所接觸到的一定會遠遠超過這個 所以當你看到的時候你不要驚訝 它其實只是擴張而已 我們可以把它讓一個擴張的系統 好 那接下來選言符號 這個introduction rule各位比較可以接受 就是說我們如果phi可以推出phi or psi 或者psi可以推出phi or psi 這個各位都可以接受對不對 這個很簡單 好 比較麻煩的是來觀看這個elimination rule 這個的意思是說如果這裡有個phi or psi OK 那我把這個phi拿過來可以導出開 這個persi拿出來也可以導出開 那麼我們就說這個開是成立的 然後我們這個or就可以去掉 這個就是你那個 Sorry 他這裡畫錯了 Sorry 這個應該是or的elimination OK 各位自己把它改過來 這個是or的這個elimination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做一些實力的練習 來看一下 各位記得它是treelike OK 所以當然你這樣一眼看出來 你會說這個要怎麼證呢 這個證法的這個基本策略大概是這樣 自然演繹法大概基本策略都是這樣 它的基本策略就是說 好 我現在想要證這個是一個定理 OK 我現在想證這個是一個定理對不對 好 那我要證這個是一個定理怎麼做呢 好 我要做的工作就是 我看這個是一個條件句 這裡有一個mainconnective 就是條件句 對吧 那如果它是條件句的話 前面這個你就把它當成是 我們假設的phi 然後設法導出後面的psi 對不對 那根據那個introduction rule 你就可以叫phi則psi 對吧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策略 好 那後面這個也是對不對 後面這個小這個括號裡面 這個mainconnective也是條件句 所以其實我就是用這個也可以來導出這個 OK 所以想法上大概是這樣 好 那在裡面這個也是一個condition 所以我可以假設p來導出q 對吧 我的想法大概是這樣 可以嗎 好 那這個也一樣 這個是condition對不對 好 這個是condition 所以我可以假設這個 然後把前提放進來 把這個拿進來 然後想辦法導出這個r 那這個呢 它是by condition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a if and only of c 你的想法裡面策略大概是說 我既然要證明a if and only of c 那我就是要證明if a then c 我另外一邊要證明if c then a 對不對 然後把它合起來 對不對 對吧 把它合起來 它就會變成a if and only of c OK 那這個顯然就是假設negating n 對不對 對吧 最不容易思考的大概是最後一題 各位想想看 假設你要證最後一題 你會想要怎麼證 策略上 你會想到什麼策略? 如果要證最後一個 你會想到什麼策略? 請說 是 讓右邊怎麼樣? 右邊都是對 negation p嗎? 您是指 negation p嗎? OK 好 我想你的想法應該這樣 如果把它翻譯一下 我猜它的想法應該是說 我既然是p negation p 對不對 那根據我們的 根據我們的 這個or的introduction rule or的introduction rule 你可以參考一下or的introduction rule 就是我只要證明p 或者證明negation p 是不是就解決了 對吧 我只要這兩個可以證出一個就好了 對吧 可是困難的地方在哪裡? 困難的地方在於它沒有前提 所以它又不是totology 對不對? 對吧?p不是totology嘛 negation p也不是totology嘛 可見你很難在沒有前提的情況之下 去證明一個不是totology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的困難 OK嗎?這大概是我們的困難 好 所以第五個的策略 第五個策略是什麼? 如果遇到這樣子的東西 通常我們的策略會是說 好 它既然是一個seal 它既然是一個定理 對不對? 我就假設它的否定 OK 你用ra嘛 就是我先假設它否定 如果我假設它否定可以導出 一路導導導出矛盾 就表示這個否定是矛盾的 所以它原來的就是成立了 利用剛剛的那個ra的想法 所以它的策略上大概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a 好 OK 好 因為這個要讓各位看得更清楚的關係 所以我沒有把它畫掉 我來帶著各位畫掉 它是這樣子就是說 好 這個策略上大概是說 我想要讓各位看得更清楚的關係 我想要證明這個 所以我把前面這個當假設 然後呢 後面這個呢 這個又是connective 這個main connective 又是這個conditional 所以我把p則q也當假設 好 那更有趣的是 裡面這個也是conditional 所以我再把p當假設 OK 好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這樣的過程就是說 好 我先假設p 好 我假設p的目的是要得到q啦 所以p 我這個p 這個p 然後p字 當假設我可以得到q對不對 那這個q得到之後呢 我可以從這裡q 跟這個q則r 可以得到這個r 那我就可以得到後面這個 sorry 我可以到p則r 所以呢 從這裡 從這裡到這裡 各位看一下從這裡到這裡 p 從p到r對不對 你從假設p 是不是一路可以推到r 那當你這裡寫p則r的時候呢 這邊就要把它畫掉 表示這個1 我這裡寫1 這裡寫1 表示說 在這個規則裡面 我把1這個假設去掉了 OK 可以嗎 那個意思就是表示我把1這個假設去掉了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剛剛是不是又假設了2 對吧 我們剛才假設2了嘛 所以在這裡我把2拉下來 用introduction rule 就會變成p則q可以一路做到p則r OK 好 所以我可以得到p則q則r 好 再來我們還有第三個 好 第三個就是我們也假設了q則r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一路拉下來 可以得到q則r則p則q則r 這個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好 我想我先解決某些人的疑問 某些人的疑問一定說 那我們怎麼知道我要拉1還是拉2還是拉3 各位要記得這個叫做目標導向 你要想我要證明什麼結果 你會用拉哪一個是根據我要得到哪一個結果來決定的 不是任意的喔 因為你想想看 我現在的目的是我要證明出p則r對不對 我現在的目的是不是這樣子 對吧 對吧 我要把p則r放在最後面嘛 所以我就要讓這個p則r最早出現嘛 所以我第一個會拉1 第一個p下來的用意在於說我要把這個東西做出來 OK 我的目標是這個 我要先把這個目標做出來 那這個目標做出來之後呢 第二個目標才是把這個加上去 所以第二個我才會把這個2拉下來 當作第二 OK 好 最後我要把這個第三個 這個放到最後把它拉下來 好 當然你說 老師 那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個當成2這樣拉下來 這個當成3這樣拉下來 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定理 各位想想看是不是 當然是嘛 只是那不是我們要證明的定理而已嘛 OK嗎 所以要拉什麼下來 那個是看你要做什麼樣的那個目標來決定 OK 它並不是說我任意湊一湊就可以了 不是的 而是說我現在的目標在這裡 我想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就是 我想要從藉由這個這三個前提 你Q則R P則Q P然後做出R 然後先把它P則R做出來之後 再一路把它組合回去 OK 也就是說我先利用拆解的方式把它拆解 最後再把它組成回去 OK 這個就是我要的答案 OK嗎 好 所以它是目標導向的 請各位記得我們的這個證明都是這樣 好 那比如這樣第二個 好 那這個要做什麼呢 好 這個做法是這樣 這個做法是說好 我既然這個是conditional 好 這個conditional非常好用 只要在證明裡面有這個conditional 前面這個都可以當做前提用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把這個當前提用 最後你可以把它拉下來 OK 變成一個條件句就可以了 好 所以如果這個可以當前提用 你看我們這個P則Q 我們的目標是要導出R嘛 對吧 那這個顯然可以得到什麼 可以得到P也可以得到Q對吧 所以你只要有P有Q 那你就可以想如果有P這個放進來 我們用M剛剛那個 那個elimination rule 我們就可以得到什麼 Q則R 然後Q又進來了 我們根據elimination rule 再做一次我們又可以得到R對不對 這樣就達到我們的目的了 好 所以我們就是先從P P and Q放進來先得到P 然後這個前提放進來之後呢 你會從P跟P則Q則R得到Q則R OK 這個是它的elimination rule對不對 好 然後你這個又可以得到Q 這個Q呢放下來你可以得到 一利用這個elimination rule你可以得到R 那這樣子的話就表示說 你假設這個P and Q 可以藉由這個前提的幫忙得到R OK 所以你最後就是P and Q則R 你就可以用introduction rule把它放進來 OK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需要我多做解答的 這個是一個目標導向 就是因為自然演繹法是這樣 我在這個上公理法之前 我就跟各位說過了 自然演繹法跟公理法的一個重大特徵在於 它在解題過程當中你需要一些想法 就是有一些策略運用 因為它沒有一個固定的程序或者是方法 讓你決定它是一個有效論證或者無效論證 對吧 它沒有這樣的一個方法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些思考策略 OK 就藉由這樣的策略來完成這樣的證明 好 那比如說像這個怎麼辦呢 好 這個證明當然就是我一邊要放 從A導到C 對不對 對吧 from A to C 對不對 另外一邊是什麼 from C to A 對不對 我要證明這兩件事 最後再把它這個 combine 起來就是這樣 我一邊從這裡假設A OK 一路正到C OK 我假設這個A嘛 一路正到C 我就可以證明出A則C 好 這邊是什麼 我假設C 一路正到A 那我就可以從C到A 然後再把這兩個利用這個equivalence的 這個introduction rule結合起來 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OK 各位OK嗎 各位千萬不要覺得這個柿子很長 這個柿子是很短的 看得出來吧 對吧 它其實只是畫畫而已啦 各位不要擔心 這個只是畫畫而已 對吧 它就畫一棵像樹一樣 看起來蠻漂亮的對不對 是吧 那它其實是有策略的 它其實那個策略很清楚 就是說我從什麼地方開始 從什麼地方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OK 這個策略其實還蠻清楚的 OK 好 接下來這個更簡單了 OK 這個證明上更簡單 各位可以看 這個證明其實就是 我們利用前面這個對不對 OK 它唯一的就是說 我這個是negation n嘛 對不對 negation n嘛 所以我這個negation n呢 如果我要得到這個negation m 那我假設negation n 怎麼樣得到這個negation m呢 那這個前面的想法就是說 我如果這個negation n放進來 如果要得到這個faucety的話 就是要把這個n找出來 這個n找出來當然就是假設m嘛 那假設m如果會得到矛盾 對不對 假設m如果會得到矛盾 如果假設m會得到矛盾 那麼它的反面就成立嘛 OK 根據剛剛的introduction rule對不對 對 我假設 我如果假設m會 我如果假設m進來 然後一路做做做做 達到矛盾 那就表示m不成立 m不成立就是它的反面成立 就是negation m成立 那從negation n如果可以一路推到negation m 那麼我就可以得到這個negation m negation m then negation m OK 所以它是假設m 然後利用這個inibination rule得到n 然後跟negation n放在一起 這個negation n是我們的假設 這個假設放進來的時候得到faucety 所以表示說你假設m 你假設m這件事會使我們得到矛盾 對不對 那得到矛盾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negation m 所以你從negation n這個假設 可以一路推到negation m 所以我們就introduction如果把它放進來 它就是negation n則negation m OK 可以嗎 好 那比較難的一個策略大概是第五個實例 第五個例子呢 它要做比較稍微難一點點 OK 為什麼呢 因為它沒有任何前提 OK 那它沒有任何前提我們做題策略大概是這樣 各位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寫在上面的解法不是唯一的 各位千萬要記得這件事 我們寫在上面的解法絕對不是唯一的 OK 我猜對於某些同學來講 他一定有能力想出比我們更簡單的解法 這個以前我們也都挑戰過 就是老師會給我們一些解法對不對 對吧 那通常老師的解法不見得是最簡單的 OK 所以我們以前的一個樂趣就是 挑戰老師的解法 就是我們想辦法找到比老師更短的證明 OK 那當然這種題目不容易啦 因為這種題目太短了 我是說以前我們做那個很長的 各位知道有那個很長的證明嗎 那很長的證明通常我們都會做一個挑戰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想出更短證明 OK 那在那樣的挑戰過程裡面 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那個潛力真的很強 很多同學都會想出新的證明 那這些也都一直慢慢在改良當中 那個短的證明一直出現不斷地出現 所以這個是做這個題目的樂趣之一 就是說老師所提供的不見得是最簡單證明 或許各位同學可以想想看 說不定有一些更簡單或者更短證明 其實是可以來證明 OK 所以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 那像這個的話 我們的證明策略大概是這樣 我們證明策略是說 我們既然沒有前提嘛 對不對 所以所有的都要靠假設 好 那我們的想法大概是說 我們就假設這個3 我們原本是講假設這個3 對不對 然後要得到矛盾 可是這個要得到矛盾呢 當然是要跟他本身得到矛盾嘛 對不對 好 因此我們就先假設negationP OK 好 那下來呢 這個是利用這個or的introduction rule 然後可以跟這個結論的這個negation 得到這個falseity 對不對 好 那得到falseity之後呢 你這個1就會變成P 然後你再利用P 又會得到falseity 同樣的道理 然後你會得到negationP 這兩個又是一個falseity 所以最後你就會得到3 它其實是一個會導致矛盾的 OK 所以它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策略 就是說我只能夠從他的negation 想辦法去找到他的矛盾出現 大概那個策略上是這樣思考的 OK 因為你不可能證出P嘛 你也不可能直接證出negationP嘛 這件事已經不可能嘛 對吧 OK 因為你沒有任何前提 所以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必須要用一些 座體上的策略來調整它 OK 這個大概是這個 自然演藝法一個最大的特徵 OK 好 以上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OK 很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 另外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更多 所以如果手邊沒有的 我就要跟你說聲抱歉了 因為沒有辦法秀給你看 事實上我忽略了這一點 我好像應該先把這個規則印一張發給大家 大家可以對照著規則看 所以如果各位 手邊有的話是最好 OK 那如果手邊沒有的話 你能夠記得多少就先記下來 好不好 OK 好 首先第一個是Demogan Law Demogan Law是說 如果它是And的Negation And的Negation 這個Negation在外面 小心 這個Negation在外面 OK 那它會等於 它會等值於什麼呢 它會等值於你把它放進去之後 它是NegationP orNegationQ OK 好 那一樣的這個是NegationP andQ P orQ 它會等值NegationP andNegationQ 好 這個應該各位比較容易理解 對不對 這個其實是比較容易的一個定律 好 再來這個交換率也很容易對不對 對吧 就是P orQ跟Q orP是一樣的 或者PN的Q跟Q orP是一樣的 OK 好 那再來結合率 OK association 這個其實各位也OK對不對 對吧 就是如果它兩個都是OR 那先刮 前面先刮 後面都沒有問題 對吧 我們的期中考DNF 其實就預設這個成立對不對 對吧 我們寫DNF跟CNF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預設的手學型成立嘛 對吧 所以我們不需要去中間做括號嘛 因為如果它不成立我們那個 其實我們那樣寫什麼ABC這樣不可以的 對不對 我們應該要加括號了 但是我沒有要求你們加括號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預設它成立 所以你先讀哪一個後讀哪一個不會有影響 好 再來是這個分配率 Distribution OK 那這個分配率我想各位看大概也很OK 這個都是各位經常見到的定律 所以一般在介紹這個規則的時候 一般這些都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像交換率 結合率 分配率 這個大概都是比較沒有問題的OK 好 那這個Double Negation 更是各位的強項對不對 對吧 Double Negation根本就一定成立對不對 這個根本就是各位絲毫不用考慮的 好 太簡單了 好 這個稍微困難一點點 不過也可以接受 因為我們在學期初就講過了 是吧 若P則Q會等值於NegationP則NegationQ對不對 這個我們在從期初開始一直 讓各位了解這件事嘛 對吧 就是你愛我的話你要買鑽石給我 跟你不買鑽石給我 就表示你不愛我這兩個是等值的嘛 對吧 這個我們已經做過很多的演練了 所以這個是很容易的 好 再來這個蘊涵率 這個我們在前面等值有正過 對不對 我們在等值有正過 各位還記得嗎 我們在implication的時候 我們在正的時候我們正過對不對 就是兩個句話等值的時候我們正過 所以這個P則Q可以變成NegationP則Q 好 再來這個等值率 好 這個其實我們也說過對不對 就是我們在講那個Tarbusism的規則的時候 我們曾經告訴各位說 這個P 它可以變P則Q N的Q則P 就是兩邊雙向的嘛 或者是它變成PN的Q 或NegationP N的NegationQ 這個其實是Tarbus System那個兩邊 一邊是PhiPsi 一邊是NegationPhi NegationPsi 是一樣的意思 OK 好 好 所以這個規則大概大家都OK 這個規則可能難一點 可以 這個Exportation 這個Exportation的移出率呢 基本上它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PN的Q則R 它可以變成P連Q連R OK 可以嗎 好 這個稍微難一點點 不過這當然也可以倒啦 只是說我們現在這個不準備倒這個定律 好 再來這個Tautology 這個太簡單了 這各位一定都會接受的 這是什麼 你POP嘛 PN的P嘛 都跟P一樣 對吧 是不是 你強調再多次還是一樣的 對吧 比如說你跟你的那個 另一半在Argue的時候對不對 你告訴他 我是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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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再多次結論也只是 我是個男人而已嘛 對吧 是吧 沒錯吧 所以這個男生很怪 男生對這個定律特別熟悉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想看那個男生都會這樣嘛 對不對 那個女生 女生如果問男生說 你到底愛不愛我啊 那個男生就說 你怎麼有討厭講那麼多遍了 不就我愛你嗎 有什麼要講的 對不對 講再多次也是一樣嘛 怪怪對不對 講再多次真的一樣嗎 各位覺得一樣嗎 就是他一輩子一直講說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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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這樣 我只要講一次就夠了嘛 對吧 所以基本上其實對男生來講 他會有這種省略的概念嘛 就是說如果是PN的P對不對 跟P反正是等值的嘛 對不對 等值的嘛 講一次就夠了 對不對 不用講那麼多次的 對吧 OK 各位覺得是這樣嗎 各位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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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用講那麼多次講一次就夠了 各位同意嗎 看起來好像都同意的感覺 這位同學看起來有點質疑 可以請教您貴姓嗎 是 林同學是不是 您覺得同意嗎 對 就是以後你那個男朋友或者你老公對不對 講一次就夠了嘛 反正只是end嘛 tautology老師講過了嘛 law of tautology對不對 對吧 再講一次多語的 可以同意嗎 誒 說得太好了 我喜歡這個答案 對吧 它是什麼 它是timemindesical的 它是跟時間相關的 對吧 因為我們那個所謂愛這件事呢 是可以跟著時間有所不同的 對吧 所以它不是只有講一次而已 對吧 這個答案真的很好 我喜歡這個答案 所以如果它講的是對的 如果它講的是對的 我們這個邏輯系統就不能用來處理這個答案 我們需要另外一個邏輯系統 叫做temporal logic 就是跟時間相關的邏輯 對吧 OK 就是你在昨天講我愛你 跟今天講我愛你是不一樣的 所以男生這個觀念要改 不能老是停留在古典邏輯裡面知道嗎 OK 男生們 OK 女生們也一樣喔 不要停留在古典邏輯裡面 老師以為說我只要講一次就夠了 對吧 下次如果哪個男生在這樣跟你講 你就告訴他說 你只學過古典邏輯啊 對吧 一定是只學過古典邏輯才會這樣講嘛 就是我只講一次就夠了 對吧 那你要進步一點 進步一點把那個時間因素加進來 它是那個跟時間相關的 對吧 所以它是timemindesical的 OK 是非常好的想法 OK 好 OK 好 接下來蘊含規則 好 蘊含規則的意思就是說 好 如果是MP規則 它就告訴我們說 OK 如果是P則Q 然後跟P的話 我們就可以推出Q OK 那這個是 肯定前見我們就可以得到後見 這個沒有問題 再來是否定後見 MT規則 OK 那它是什麼 它是說如果後見否定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前見 OK 前見的否定啦 sorry 應該講前見的否定 就是我否定後見可以得到前見的否定 對不對 若P則Q成立 OK 好 那再來這個是假言三段論 就是hypostatic of syllogium OK 這個假言三段論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在推論過程當中出現了P則Q 出現了Q則R 那麼我就可以得到P則R OK 好 好 那再來是選言三段論 disjunctive syllogium 就是所謂的選言三段論 選言三段論的意思是說呢 它其實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想像說假或者乙是嫌疑犯 對吧 假或乙是嫌疑犯 那不是假 就可以推出什麼 是乙嘛 對不對 那如果假或乙是嫌疑犯 不是乙 那就是假嘛 它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就是這樣子 OK 好 到目前為止 各位告訴我 我講的規則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是不是自然而然都會接受呢 是吧 是吧 有沒有覺得不行的 你說老師這個對我一點都不自然的 有嗎 沒有嘛 所以各位記得這叫什麼方法 自然演繹法 各位懂了吧 為什麼它叫做自然演繹法 就是它要訴諸的就是 各位直覺都會接受的規則 各位要記得這一點 就是自然演繹法的精神是說 我要訴諸的是各位自然而然 一定直覺上就會接受的規則 OK 它才叫自然演繹法 如果我剛剛以上講的這些規則 是有各位沒有辦法直覺接受的 它就不算是自然演繹法規則 它就需要被證明 OK 那有沒有這樣的規則會出現 很不幸的還真的有 OK 我們繼續往下看 好 各位看 簡化率這個是signification 就是Pn的Q可以得到P Pn的Q可以得到Q 這個都沒有問題對不對 這個看起來也可以接受 對吧 Pn的Q都可以接受 更何況是P 對吧 沒錯吧 好 好 那再來添加率 這個好像也可以接受 P 可以推出P或Q 當然也可以推出Q或P啦 沒有問題 P或Q或Q或Q或P都可以 好 conjunction就是推論過程當中出現P 出現Q 那麼我就可以得到Pn的Q 最麻煩的問題來了 好 接下來是constructive delay 這個規則看起來如果我猜得沒有錯 應該有一半的同學會覺得看起來一點都不自然 對吧 是吧 沒錯吧 還是各位天賦益柄 看起來都很自然 很自然 很自然 自然就成立了 OK 好 謝謝 有沒有不太自然 有沒有覺得不太自在的 uneasy的有沒有 你覺得這個好像不太自在 不太自然的 會不會 還是OK 都可以接受 可以嗎 OK 好 很好 這位同學 這位同學 哈囉 可以嗎 不行 您搖頭了 隔壁這位女生呢 不自然 是嗎 後面那位女生 自然嗎 不自然 OK 好 這邊這位同學 黃衣服的男同學 是 自然嗎 不自然 OK 好 前面的比較自然 後面比較不自然 是這意思嗎 是這意思嗎 前面的有沒有很不自然的 這邊呢 很自然 OK 這邊呢 不太自然 OK 好 這個呢 為什麼看起來沒有那麼直覺 對 好 原因就在說因為它太有點太複雜了對不對 對吧 我猜應該是這個原因了 對吧 就是說 如果P則Q 而且這個R則S 然後呢 我們假設前面這兩個P或R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後面Q或S OK 這個呢 當然是一個比較稍微複雜一點點的 看起來沒有那麼自然 那前面為什麼那麼自然 是因為前面好像就一步到位 對不對 這個好像需要經過幾個這個過程的思考 對吧 OK 所以 當然在自然演藝法裡面不見得每個規則 都讓你自然到覺得一看就懂 不過基本上它還是可以推論出來的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呢 等一下我們如果用到的時候呢 各位不妨參考一下 好 所以如果你現在手上有這些規則的 總共我剛剛講的規則總共有18個規則 好 我們有10個等值規則 然後有8個運行規則 OK 所以各位可以拿在手上看 各位可以拿在手上看 等一下我們要用它來做這個練習 來 各位看一下 我們幾個練習是這樣 OK OK 那前提 我們會有前提 對不對 然後準備要來證明這個結論 好 不過在講之前我想要先強調一點就是說 在自然演藝法裡面我們說我們會有前提 然後來證明它的結論 對不對 好 比如說 好 比如說我們以第一題為例 好 第一題我們會看到說 我們這裡有前提 然後有一個目標就是我們想要得到這個東西 OK 就思考上 我們是把這個前提放在那裡 然後我們有一個目標是目標導向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最後那個導出來 OK 我們想辦法把最後那個導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目標導向呢 我們要怎麼去思考它呢 就是說我們想要從這裡去證明這個 好 那我可不可以先問各位 萬一沒有前提怎麼辦 我們不是目標導向嗎 那萬一沒有前提怎麼辦 這位同學要不要提供一點意見 就轉出前提來 蛤 轉出前提來 轉什麼 轉出前提來 轉出前提來 是 是 沒錯 欸 有點道理 就是我們可以假設一些前提嘛對不對 是不是意思這樣 OK 好 那怎麼假設呢 比如說 如果後面這個結論裡面是有conditional的 那在那個conditional的前面那個 就是可以拿來當前提用的 OK 最後再把它畫進來對不對 像剛剛那個introduction rule一樣對不對 對吧 OK 那個正法 那個正法我們會叫做條件正法 OK 好 另外一個是說 那我也講過剛剛類似像第五個題目 像這個 我們在講這個introduction rule 跟eliminational rule 有出現第五個對不對 沒有前提 後面不是conditional 那怎麼辦 那就假設它的 對 假設它的否定 設法導出矛盾 這個我們叫做間接正法 OK 我們叫做間接正法 所以有一個叫做conditional proof 叫CP條件正法 另外一個我們剛剛講說 假設它的否定 然後導出矛盾的 那個叫做 歸謬正法或叫間接正法 OK 一般叫indirect proof 或者叫RA的正法 OK 那這兩個正法我們在這裡都不講 因為我們的目標不是在講這些分差別 我們的目標是讓你知道說 有這樣的一個系統的這個演算方式 好 所以各位想看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個目標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從這個三個前提 我要怎麼導出這個東西 好 所以我們就觀察 我們來觀察這個結論 這個結論是什麼東西 這個結論在哪裡 這個結論在哪裡 我是不是寫錯了 OK 好 對不起 這個應該是答錯了 我很抱歉 這個應該是A啦 這個A應該是A啦 對啦 不然的話你找不到 Sorry 這個是A啦 OK 好 來 各位把他改一下 這個是A 因為如果不是A的話這個就麻煩了 這個是A啦 好 各位把他改一下 好 那這個是A 好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D if and only of A 好 那這個negation呢 它其實如果是D if and only of A 它其實是在這裡 對吧 來 OK 然後這個呢 它其實可以從哪裡來 如果它是negation 它可以從後面這個negation可以推過來 Mt規則 OK 那你怎麼得到這個的negation呢 你就要從這裡來 對不對 對吧 所以你這個就需要A 對吧 那這個A A或B從哪裡來 A或B可以從這裡來 對吧 來 好 所以它其實是這樣的 OK 這個應該是A啦 Sorry 這個把他改一下 所以這個應該是說 我有這三個前提對不對 我有這三個前提 所以我第一個把這個A或B拉下來 OK 然後A或B在這裡 利用MP規則可以得到這個negationC OK 再由這個negationC的Mt規則 我可以得到negationD if and only of A OK 是這個意思 可以嗎 好 好 OK 好 第二個 對不起 這個沒有check好 好 這個應該是negationR則Q啦 這個有著打的一個Q 來 各位幫我補上去 這個是一個negationR則Q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的推論呢 基本上它需要什麼 我們來想想看它需要什麼 如果我要得到這個negationR and Q 對吧 我要得到negationR and Q 那我要證明兩個東西 我要證明出什麼 negationR 我還要證明出Q 對 再把兩個做一個conjunction 對吧 好 那麼如果要證明negationR and Q的話 好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 這個其實R比較容易 因為R可以從這裡來 對不對 因為這裡有一個simplification就可以得到 對不對 然後簡化率可以把這個R拉下來 R馬上可以得到 所以現在的問題 R不行 我們要negationR 所以我們需要這個的negation 對不對 對吧 OK 這個是要加則Q的啦 所以不是這個negationR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推論應該是這樣 好 它的推論是說 我們也一樣有這三個前提 然後呢 我們先把這個這種simplification放下來 然後得到你 從這個去得到negationR OK 那我們從這裡得到negationR之後呢 我們從這裡得到negationR之後 negationR則Q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得到Q OK 策略上是這樣 因為這裡有一個negationR則Q 所以我們只要negationR出來 我們就可以得到Q 然後再把conjunction起來就可以了 OK 所以目標策略大概是這個意思 OK 所以利用的規則是 第一個是利用這個簡化率simplification 把這個第一個這個前面這個negationP OQ放下來 然後呢 再來用MP規則 這個是第二個的這個 後面這個後鍵的否定 所以我可以得到前鍵的否定 我就可以到negationR 再利用第三個進行這個MP規則 可以得到後鍵Q 那我把兩個conjunction起來 就會得到我們要的 OK 可以嗎 是 請說 第一個可以得到R 哪一個 第一個 對 對 沒有錯 是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如果得到R 那不就矛盾了嗎 是吧 你是不是要告訴我們這件事 對 沒有錯 是 沒有錯 也就是說我其實有另外一個正法 是所謂的間接正法 就是有證明它的否定嘛 讓它得到矛盾嘛 對吧 來 是吧 我也可以這樣做 是的 沒有錯的 OK 也就是說好 我稍微寫一下 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來寫一次你的正法給你看 這位同學正法的意思是這樣 好 他說得非常好 他其實要講的是說 好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 對吧 他的想法是說 欸 那照這樣的一個推論的話呢 我其實在這裡有個R 對吧 那我就直接把R拿下來啊 是吧 是吧 然後呢 這個R帶進來之後 又可以得到什麼 又可以得到PoQ對不對 對吧 是吧 是吧 OK 然後這個呢 negationPoQ放進來 OK 那他就會矛盾了嘛 對吧 這兩個就會矛盾了嘛 是吧 好 那矛盾之後呢 蛤 矛盾之後就是negationR 對 一樣 這兩個都得到矛盾對不對 感覺上